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 修讀微學位課程隊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利大於弊 對賽雙方為全官對沈香林 全官是正方,沈香林是反方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三位評判抽空出席擔任這場賽事的評分工作 他們分別是 九龍同學中學部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沈保勝老師 聖賢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袁偉傑先生 以及兼學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潘俊賢老師 感謝三位評判 現在會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比賽流程和環節 本場比賽一共有六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就是雙方的主編發言 第二個環節就是雙方的台上發問 台上發問完結之後就會進入一負二負 一負二負完結之後就會是雙方各兩條的台下發問 最後就會進入結辯的環節 台上主一二結的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即是每次發言的時候 主辯和結辯都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一負二負會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每次發言時間的結束之前三十秒都會有一丁提示 這裏的提醒就是丁聲會用人聲 也就是主席 即是在下的人聲丁聲 另一方面就是在超時十五秒之後 是不會扣分的人因為是妄賽的規則 不過就會由我立即打斷那位別人的發言 至於台上發問和台下發問的環節 都會在一會兒再到環節的時候再宣讀詳細的規則 至於其他賽規都已經一早發佈了一個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我們就會正式開始比賽 首先有請正方的主辯到台前預備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我可以先向我示意可言 什麼意思 清楚的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美國教育機構Udacity 在2014年首次推出微學位課程 只要行蓋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等創科領域的專業範疇 在香港,初創企業City Academy也專門提供微學位課程 而微學位課程有兩大特色 第一,注重初創科技術培訓 大學則重於利益層面的教育 以電腦科學為例 大學課程主要教授理論 注重學生的運算能力 但微學位課程則是等學生透過 鑿題研查以及產品研發等實際操作 接受細節設計師推進行模試 第二,同學集合法過程 並由年內經驗公布文字的教授 科劇業例如Udacity和University 合作我也想向各地議題 數據課程式設計師 高中上微學位課程 并聘請到香港首顧中科目的編程平台 Tekicode開發的劉偉章教授所執教 重量聯合亞太區研究部主管 Vegan Water 展示發展創新科技能 成為了推動成為經濟增長的挑釁數之一 但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去年的傳統警察力報告 香港在創佈方面的難力 傳統地排名第26 Google的智慧數碼城市發騎書更顯示 聽說有超過六成的 正方主辯停一停 因為都有反方及幾位在場人士特別評判 都有提出不清晰的情況 所以可能還好還是正主的階段 我們可能再試一次你的音響裝置 試咪試咪聽不聽到 其實這樣都比較清晰的 會不會...可能有一點不方便 可能會試一下坐在鏡頭前面 可能站立都未必需要 因為其實最重要是確保清晰收音 如果這個位置說話會不會清晰呢? 這個位置說話會不會清晰呢? 不好意思 還是真的要坐在這裡? 對,有一張椅子 好一點就好一點 這樣就應該會好一點 可能試一試都是再讀一次校名和四位變員的名稱 是用這個來做一個試咪 好,荃灣官立中學主辯張深月 試咪試咪 荃灣官立中學一步實 試咪試咪 要坐在後面 因為坐在後面的隊員就不用了 因為一會兒你們都是坐出來去前台發言的 我想問現在反方的同學聽得清楚嗎? 如果加了一張椅子在麥克風前面 清晰得很多 對,清晰得很多 至於評判是否都可以? 如果都可以,可以打他OK時宜 好 那我們就採用現在正方的設定了 也有請正方主辯 不好意思,剛才打斷了你的發言 我們會給予一個完整的時間 你可以重頭發言的 正主 好,麻煩你 準備可以香港事宜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美國教育機構Udacity 在2014年首次推出微學委課程 主要涵蓋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等 創科領域的專業範疇 在香港初創體業techie academy 亦專門提供微學委課程 而微學委課程有兩大特色 第一,注重創科技術培訓 和大學接種於理論層面的教導不同 以電腦科學為例 大學課程主要教授理論 注重學生的運算能力 但微學委課程則等學生通過專系研習 和產品研發等實質操作 和學習程式設計 人工智能等技能 第二,與企業合辦課程 並由業內專業人士去教授 科技企業例如Google 和Udacity合作開辦程式設計課程 而香港微學委課程 已聘請到香港首告公眾開放的編程平台 Tekicode的開發者劉偉宗教授所執教 中央聯絡亞太區研究部主管 Megan Waters 指出 發展錯誤技能 已成為了推動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上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 香港是創新能力方面 全球只排第26名 Google的智慧數碼成紙法皮書更顯示 香港有超過六成的企業都表示 難以聘請有STEM知識的人才 面對世界各地 亦是發展創科 香港都必須有培訓創科人才的渠道 故此,今天的衡量變題標準在於 香港青年收睹微學位課程後 能夠對應市場在創科人才的需求 增加就業機會 變題理應成立原因有異議 第一,受國際企業認可 得到晉升機會 創過行業日生月異 只有大學歷或理論層面的知識 是遠遠不夠的 而是需要學習更多實質操作技能 例如如何去操作程式等 例如香港人關聯部 在完成了創啟學院的微學位課程後 使用了掌握多種技能的全端開發者 將最新的技術 應用在原本的工作上 更上一層樓 而更重要的是 微學位課程更加受Google 和亞馬遜等的國際企業認可 甚至與外界合作開辦過程 而香港的創啟學院 亦受貿法局和匯豐銀行認可 對於已經從事創播行業 或有相關學歷的香港青年意見 正可以透過微學位課程 收到不同企業認可 提高其中升空間 第二配合未來發展走進前瞻企業 微學位課程有初中高級之分 等學員全序漸進地加深對創科企業的認知 例如人工智能課程中 可以簡單地學習如何操作程式 操控電腦亦可以複雜地學習如何製造程式 以創啟學院所提供的課程為例 畢業的學員中有九成投入了創科學業 但其實七成半的學生本身已經有大學位 甚至大部份本身根本不是修讀 創科學系,可見青年本身有意投身創科 並勤聚著微學位課程成功入學 對於希望能夠加入創科學業的香港青年意見 正正可以透過由淺入深的微學位課程 學習專業技能作為跳板 走入世界中更加多人才的行業 提高自身競爭力 最後想問一下有科 香港現在代表是否需要科技人才 如果需要的話,幫助青年就業 為何對提升競爭力是一個廢處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42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現在請反方主編到台前預備 你和人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為何可以向鏡頭示意 時米時米 先處理了回音問題 不好意思,試米時米 OK,好 請問這個位置能否聽到? 可以多走前一點 是 這樣看不到你的樣子 這樣看不到你的樣子 可能走後回一步 是,這樣好一點 準備好可以向我講一聲 好 開始 叮 評判主席 還有各位,回應剛剛有科同學的問題 有科同學我們今天所說的 最重的是學位課程 而不是有科同學所說的 只是在於一些學習知識 而聽完有科同學的主編 發現他們正經的辯題 只是在於知識增長 對於香港青年競爭力 離大於閉 根本就從辯題中 收讀學位課程的提案出發 去思考如何才能提升學生競爭力的角度 根本就是過分簡化 如果好像有科同學所說 學了東西就叫做提升競爭力 看書、上網、甚至打機 任何東西都可以提升競爭力 根本就沒有回應變體 而未學位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分別是 第一,時間需求少 通常多一年就可以完成 第二,課程範圍狹窄 由於時間軟速 內容主要是在應用層面 缺乏背後知識跟機的教授 更加不如傳統統化學過程之中 分不同難度、章子 而第三,影響力微 由於不論背景、能力 並無需通過考試、招聘 任何人只要負擔給學費 就能夠就讀、獲取證書 故此現時整體香港社會 都未認可相關課程 要討論事後有提升年輕人的競爭力 對從公讀學位的角度審視 修讀學位能否針對年輕人競爭力不足的原因 並回應社會對年輕人的要求 我方反對面提起原因有異 第一,未學位課程是特別廣泛應修聲 無在益牆打拼 現時本黨有原理的資力架構 確實學位課程就是資力架構中的第二級 精明畢業生在得到藥光學得 或者是工作領域的生產專業技術 和理論之失效 可以運用於多類專門技能 附著界別的技能工作 有的全程在大學、教育局註冊 課程設計、班首證書、準則、修讀年期 和測考模式都有相應規管的學業過程 因此未學位主要由私人機構、知名企業 帶學分析式的網線上服務開發 在本地、大智世界各地都未受到認可 更加未投入資力架構中 從學位角度寄助年輕人投資 增加認證機會兩大提升競爭的角度來說 都沒有毫無用處 而在本地的場上,投資篇前寫未獲認證的譯證書課程 就好像單單告諸故事 適合一兩樣無關重要的新知識 或聘與否根本就未能透過平學位提升競爭力 而亦因未學位無入學門難考核邊掌 故主易難之時之為體驗原功競爭力的依照 反而會令人覺得年輕人急於投資 甚至無能力接受政家教育會引退而投其次 不利於年輕人認證 第二,缺乏互動交流學習成校誠意 供助一個學位價值 除了在於其社會上的認證 還在學位能夠建構人際網絡 有利於未來工作 一般大學學位比能力相應的人才會聚 正如被現職管理人員收睹的 在地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自在匯集、企業領袖、把握發展機遇 不同的院校會有不同的配號 例如論壇、工作坊 提供堂來的商界和學友入閉網絡 適合香港華人社會中建構人際網絡的重要性 或者未學位受課形式依然網上受課 學生需要在短時間內以電子屏幕觀看預先拍攝的短片 有變於一般大學學位實體跟人教授 到生日有回國有數量 而未學位則只是根據學生的意志完成課程 根本就能成為一個完全的教育體系 難怪美國根迪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會發現 大多數的學生只能在兩星期內對未學位課程失去興趣 完成在線課程的學生不足百分之十 而學習這過程不需要大量的自我激勵 而且必乎沒有面對未能有活動家來的機會 學生亦因此缺乏學習動力 最後希望一般同學承認在香港的大陸影響 叮叮 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3秒 無過時無需靠分 現在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台上發問的規則很簡單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元向反方主辯發問 然後有1分鐘的問問題時間 然後有1分鐘的回應時間 當正方問完後便到反方 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元向正方主辯發問 同樣有1分鐘的問問題、準備和作答時間 而在每個1分鐘的環節 在問及答當中發言完結前的15秒 會有一丁提示 發言時間完結會有兩丁提示 台上發問和一會兒台下發問都一樣 都不切緩衝時間 所以一到時間叮叮完後便會立即終止 發言辯元的辯元的延遲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元向反方主辯發問 是由正方義父發問 好,那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為何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正 評判了各位 剛剛聽完尤芬和學四分鐘的主辯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就是 微學委缺乏互動交流 為何呢? 因為要上網播 很難跟真正的教師面對連接觸 最後導致的後果是甚麼呢? 就是年輕人學不到東西 現在疫情大部份的大學都要去網上教學的時候 那他們是否全部都學不到東西呢? 按照你的邏輯 是否網上教學的所有過程都學不到東西 大學網課學不到東西 這是否事實? 謝謝 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教師們 Thank you !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的主便作答,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可以先向我示意可熱 試咪試咪 OK,好,聽到很清楚的 可以開始 叮 評判主席了各位,首先多謝有科同學的發問 有科同學說,如果今天在疫情下,大家都會發現大學的課程都是在網上受過的時候 那為何大學的網上就有用,而微學位的網上教學就沒有用呢? 首先有科同學要搞清楚,我方今天並不是反對網上的教學形式 特別是在課程的微學位液體,我方今天一直在反對的是微學位課程難以提升清算競爭力 原因在於微學位課程難以認受性 在此,今天我當然已經討論了很多次,便是在需要由學位的角度去思考 然而微學位並不在香港的資歷架架 即便是網上紅色手課或是認受的 微學位都是不被公司、企業所承認 大部分的公司、企業都是會根據資歷架去選擇 然而當微學位不被承認的時候,學位定書原來的廢紙 毫無作用,有什麼提升清算競爭力呢?多謝各位 好,現在就到反方派出一位的台上辯員,向正方的主辯發問 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可以去到台前預備,然後解除正音試 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試麥克風,聽不聽到? 你去到發言位置試,這樣試不到 試麥克風,試麥克風,聽不聽到? 我想你要走前一點 試麥克風,試麥克風,聽不聽到? 這樣就很清晰,但辛苦你了 準備好,可以向我試意 可以 評判主席 頂位 謝謝有光的提問 其實今天有光一直跟我們說 微學位的過程是多麼好 是有多麼有用 例如AI或智能力 但是有關才會搞清楚一件事 我們今天著重於的並在學到什麼 基於是因為無論學到任何的知識和技能 其實都可以提升到競分力 這件事是沒有普遍性的 所以我今天會說的是著重於在學位思維 就好像例如我去學打機 是否等於我來了香港青年電競業上的發展 試問有關同學究竟來學位有什麼獨特性 例如香港青年 咦? 丁 謝謝各位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她有沒有 問到五碗問題 有個語言 我想問一下她其實打開 我想問一下剛剛有沒有開咪 有 有 有沒有問題 剛剛我想問一下 好像問不到問題 是啊 反方似乎沒有問到問題 想問一下主席會怎樣處理 好,現在主席會作出裁決 在剛才49秒的發言當中 是有提出過問題的 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給政方 準備時間給政方 準備時間給政方 推特的可以做 我們請問一下 好,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請求中庭 總主席會選擇 對 橫道一 正方拍出主便 准备成功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拍出主便 下到台前预备 可以解除正音并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听不听到? 是,清楚的 好 叮 多谢有方的提问 有方就问我们 到底微学位有什么特性? 其实有方就很搞笑 微学位呢 其实你刚刚就说 微学位要用大学的角度审施 但其实不是 如果富学位 是不是又要用大学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从来都不是 就是要用 到底能不能增加青年竞争力 多谢各位 好 台上发问的环节就结束了 现在就会进入一副和二副的环节 有请正方的第一副面到台前预备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我可以先解除正音试一试麦试麦 试麦试麦试麦 试麦试麦 是,都清楚的 好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我可以向我试一试麦试麦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学刚刚说读完微学文就有证书 但从宾市和Udensity合作的微学位 就可以看到 他们的毕业要求 是要成功将程式 代入去无人驾驶车 才可以得到证书 另外 有方同学在雅国今天又说微学位的毕业身质数低 只是能够应付错阶工作崗位 但事实又是否真的 Udensity微学位的毕业身受到Google 亚马逊等大企业认证 而香港techie academy都受到香港某法局的认证 并聘请他们的毕业身 可见微学位的毕业身 绝对不是质数低 如果质数低 大企业某法局 又会不会认证他们的课程呢? 如果今天有方要反对变题 就要过两关 第一关 没有需要性 先不论我方跟你说 香港的科创人才落后于世界 由2017年到2020年 企业单是对人工智能的需求 已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有方同学 必须认证微学位 为何培育不到社会需要的人才呢? 所以就看第二关 微学位不配合到需要 先不论Google Amazon和IBM等大型企业 都主动合作推出微学位课程 培养人才 培养公司需要的人才 更重要的是单体科企学院 开办的微学位课程 学生九成都投身到科技行业 平均月入超过2万 比一般大学生高 所以凡请有方解释 为何企业需要请这班人 在有方同学眼中都说竞争力 无提升过呢? 再者的是 不只看现在 还要看未来 未来说的是 政府想发展再工业化 正的7月就向 创新及科技基金 注资20亿 而政府亦希望发展 创科基建令香港发展 成创科基地 科学员和数码港都会进行科建 但在未来的男徒如果没有人才的配合 一切都是控中流阁 最后请有方答我 未来社会需不需要这班人才呢? 如果需要微学位 为何不是对尽需要呢?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副便发展时间为2分44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副便到台前预备 可以先解除正音并且试一试麦 听不听到? 是清楚的 听不听到? 清楚清楚 好 叮 主席 评判 授着学位 来到一部我们不妨掃一下 我和尤方同学的论点 其实今天可以用西哥之业来由尤方同学 君拗司听 尤方同学不停地形容 微学位的技能有多重要 过程是有多有用 不停地塑造微学位过程的美好形象 然而尤方从来都没有用一个学位的角度 去和我们很久身后一条变体 只需要用一个工读学位的角度去讨论 因为基于任何的知识和技能 都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竞争力 去判断的话 因此如果单以一个学习所得的知识和技能去判断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见性 所以因此今天回应尤方同学原因有意 就是因为 而回应尤方同学刚刚跟我们说 有很多的香港学生 或者是可以读完微学位 在课程中有很多的人可以得到高深 但是其实我们回想 我想问有关读学 那90%里面 是有几多个香港的学生 可否举出一个实识数据和我们听 如果你说在40个人里面只有9成的话 那是完全没有辨论性的 那些资料是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我想说回 例如福哥或者是亚马逊之类那些 其实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你们要知道 其实香港 微学位是不给香港的资力架构成员的 香港是因为基于资力级别的通用指标的清晰度和易用性 为雇主编制的参考资料和实务指引 更加容易去评估一个人的能力 然而未学位过程去佛监管 很难去滑入资力架构里面 情况就好比 例如我去补习学生都可以掌握到身体技能和考试技能 时间都比上学短 但是就不会有考试 不是 但是就不会有企业 因为我有补习认可 我就聘请我的 原因就是在于补习是一个母门栏 缺乏认证过程的过程 所以因此 试问有光同学在学位未受认可之下 又怎样才可以足够比证 信心顾与聘用呢? 如果认受性严重 要按着有光邏輯 爱过一些科技的人 就像野鸡大学的民族工程 是否可以有效提升更多呢? 之后 最后另外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回香港青年 我国外的高科学位未受认可 我不知道 但是在香港青年 我希望都是重复过一件事 就是究竟会不会联合 有多少个人 而且在那些人里面 真的可以代表到 全香港青年都提升了计分力 多谢各位 反方第一副面的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无过时无处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第二副面到台前预备 准备可以解除静音 并且试一试Mike 试试123 试试123 是清楚的 好 试试 定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首先解除有方同学的疑问 有方同学一副就很大声地质疑我方的资料 就是说 九成有人提升的人 是什么人 是不是香港人 Tekic Academy 是本土的一家微学位的创办商 所以理论上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香港人 所以不要再质疑我们的资料 有方同学 其实整个论证背后有两个思维 第一就是所有有资力架构的东西就有价值 没有资力架构的东西就没有价值 第二就是资力架构 还有整个学位的教育结构 不可以改变 首先解决第一个思维 一定要有资力架构的东西才会有认受性 我方同学今天就说到 外国的企业如何认受它不重要 因为全部香港的企业都是不会理的 我方同学 某发局 汇丰银行 这些全部都是大型的香港企业 而他们都有认受到微学位的过程 现时资力架构未有微学位 也就是证明了香港政府还未重视 这个逐渐崛起的科望热潮 因为微学位只能帮助 很多人可以获得科望的知识 而香港政府还未重视 这是香港政府的损失 而香港政府也未来会重视 即架构从来都不是硬指一块 它永远都是不可以改变 今时今日大家都认识的 富贺士高级行频等等 他的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我方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富贺士在有方同学眼中 只是石板一块 永远都不能移动 而第二件事有方同学说到 微学位一些人说 读十几个小时就读不下去 不想读 所以最后就学不到东西 先不论有方同学说 承认了微学位是学到东西的 再说有方同学 正正就是University知道有这个问题 初期很多东西都不读的时候 最后就要改善 要有毕业证 要读完课程才可以毕业 而且找不同的大型企业合作 这个问题我方不承认 我方不否认在过去是有这个问题 但正正就是现在已经解决了 而我方同学全场说的 除了知力架构之外 就是香港雇主 我方同学眼中的香港雇主 都是石板一块 不会改变的 都是什么都不会做的 不会適应科网的热潮的 但我方看到不是 香港雇主很多都是想 继续发展他们的科技产业 香港雇主很多都真的想 要更多人才去发展波及 这是一个事实 除了香港之外 再感上天花一点 香港人都可以去大型企业做事 这个不是欧美人的专利 美学位去给香港年轻人的出路 香港年轻人Yumae Ramey 原本大学学 只是在港铁公司做普通的车站员工 但他在2015年 讀了YESETI的电脑编程 美学位之后 不单只加入了亚马逊的市场部 更加自己创立游戏开发公司 他现在不单只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亦都在Youtube上开频道 现时有万多人订阅 根据Unexity的数字 在2019年的10万个美学位毕业生里面 71%获得职位或者人工上的提升 37%的人更加在人工上提升至少20% 那件美学位能够帮助香港年轻人 在望高,走远,这不是正确是夹着想着的事情吗? 多谢 正方第二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二负面到台前预备 你同样都有3分钟发言时间 可以先解除正音,并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听不听到? 听到,听到清楚的 开始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来到Youtube上 其实有班同学有很多错 第一,有班同学都没有用实际的资料 证明来学会过程有效提升香港青年的政策 因为有班同学没有讲过实际数字 就好像刚才所说 九成是香港本土人藏码 那我们这份报告都要看过 其实有一千多个人 是可以的 但是有班同学没有提出 是不是有班同学没有提清楚这个资料呢? 见过创办人自己都说 他们创办在微博位置 只会收回微博位的人 根本就没有其他机构收 有班同学又怎样肯定公司请人 一定是因为微博位过程 而为其他因素呢? 有班同学有没有讲法? 例如企业老板说 验证微博位过程 或者是微博位过程 为聘请员工的要求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 有班同学今天说 微博位提升到香港青年竞争力 只是一个假象 只是一个想象 根本没有实际的理据支持 地处根本又没有承招 有班同学承认微博位 跟工作挂钩 有班同学都承认定收线 对一个课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微博位过程 在资历架构中 没有公司承认的课程 根本没有收到的意思 而我一部问了 微博位过程 如何认识香港的环境 有班同学没有答 因为有班同学都知道 不是外国做得好 就是应该我做得好 外国的资历架构相对来说 很重要 没有那么重视 而香港重视的是 我们一直都在说 我们会不会在学位的角度里出发 大学学位 如何是呼吸文文 不同的学位 可以承拼到同学的工作 起身点都大大来说 不可见 外国的食口 根本就无法套入香港身上 而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听我青年科为的一种 有一种已经是大学的 或者已经是有大学的学位 对他们来说 修读微学位过程 根本无所谓 他们已经拥有了全面的专业知识 更加闻从学与中 并出了一番自华部门的朋友 人体关系早已在区子里 早已建成 暴读微学位过程 对他们来说 浪费时间 根本没有作进一步的竞争力 而另一种青年来说 就是没有大学位的青年 对他们来说 从未学位毕业之后 得到的证书 根本不得收这样 政府机构或者棋认识 甚至更加有可能令官司质疑 为何要报道一个短时间 又不收证明的过程 倒致面试时 有一个负面的认识 修语言学位 根本就没有发布它的竞争力 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是2分49秒,無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台下發問的環節與台上發問的規則和時間是相約的 只不過是由台下的發問員去發問 雙方是有各自兩輪的發問機會 如果沒有問題,請正方派出第一位的台下發問 開一開環節和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可能讀一句長一點句子,可能讀自己學校名字和名稱 荃灣高中學梁文欣 我想請問在場這麼多人是否都聽得清楚 反方可以點頭試一下 如果聽得清楚 好,謝謝 好,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大家等一等 因為大家留意在比賽期間就盡量不要離開座位和視訊鏡頭 謝謝 有一點聲音 好,謝謝你 好,正方台下發問完,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向我示意 準備好 叮 主席評判助作各位 今天有分學學說要用大學學位的角度去看微學位 但如果按照有分學這樣說,根本就不合理 因為除了大學學位 在有分學眼中根本就沒有印學 的課程是可以提升到青年的競爭率 事實上,收讀微學位的學生 在七成都已經有大學學位 讀微學位只是進修 如果 所以不存在有分學講的資歷架構不受認證的問題 而且根據香港科企學員的資料 超過九成今有大學學位的微學位 不以心都投資 創科合學而填補人才控權 當收讀完微學位的青年日 在就業市場上有更高的叫價力 但啟業自己親身意外 認證微學位為何青年競爭力下降了 多謝 一分鐘準備時間給予反方 現在計時開始 再次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会别人到台前作答 没有一分钟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先向我示意可疑 听不听到? 清楚 开始 订阅各位有方向提问 我们从一个开始 主研开始 我们在学位的角度 从来都不是大学位 刚才有一班同学说 九成又是九成 我们刚才是否没听清楚 我们说这个资料我们看过 在九成有一千多个人 为何有方不听清楚 而我们都知道 在一部里面我们也说过 五光剑培大学里面 全部都是外国的例子 今天我们的变题提升香港青年义政策 不是外国青年义 是提升我们都不 我们都不知 有个同学有没有实际数据 表示大学可以提升香港的政策 作者自己企业创办的学位过程 当然会收回自己的不业新 有方同学有没有数据 显示其他企业都会收 其他由其他举办的同位呢? 多谢同位 好,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发问员 可以先解除正音开镜,试一试麦 试麦 不好意思看不到样子 可能可以坐在这里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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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所有學科都對連青人的競爭力力大於是 多謝同學 一分鐘時間給予正方,現在開始計時 時間分解,多謝同學 總裁會分解,多謝同學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邊緣作答 有1分鐘作答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試咪試咪,聽不聽得清楚? 清楚 好,可以開始 定 各位大家好,原來今天有個不清楚什麼是微學位以我方解釋 原來微學位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呢? 原來今天跟大學的層面完全不同 大學是教你理論,原來微學位教你如何操作 好像一副同一個人解釋了,原來Udensity和Bin市合辦的微學位分學程 就是要學生真正把一個編碼的程式代入在一個無人介紹的車輛裡面 好了,這個正正是微學位學到的東西 好了,Udensity又問究竟他學到的東西之後 對他的影響是否等於他的好處呢? 今天多謝Udensity和我們承認了原來微學位已經很好,質素已經很好 究竟如何證明他的競爭力會提升呢? 我方跟有方說,Hang Lim Fu 的例子 他正正是一個香港人 他做完之後,原來他就應用在他自己的全端開發工作裡面 這個正正是他的競爭力上升了 以赴同友方說,原來一個香港人 叮叮,請政方立即停止發言 謝謝各位 現在就會到正方拍出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請正方的台下發問完開鏡,試試駕 未解除正音 這裡是甚麼 是,清楚,我想問反方聽聽清楚嗎? 好,謝謝 那你有一分鐘發問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開始 正 各位,今天有方經常而知力架構來論正競爭 但事实是看竞争力有没有提升 从来最直接就是看市场上 会不会由不接受这班学生 到接受他们 无论根本我方说的香港的科企学员 还是美国 目前超过700万的职位放肤 对求学者的要求 例如谷歌、苹果、IBM等 不一定需要拥有大学学位 只需要有微学位 拥有创科技能就可以 想问按照有方逻辑 在外国微学位 也不是有方说的资历架构 为什么会请他们呢? 谢谢 好 一分钟时间 吸着反方预备 现在开始计时 感谢观看 靠近期 因为 掌握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又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答 你有1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意 Testing 去发言位置是mike Testing OK 好 你有一分钟作答时间 Testing 主席、评判在座位 有方一直举了很多不同的国外例子 或者说提升了香港人的竞争力 又是把数据举出来 但是其实那些数据又是没有提升到有多少人 不可以总是说那些巴仙就是等于全部的香港青年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 有方是要知道香港的环境和外国是大大不同的 我知道微博位是由外国存有 但是香港的教育环境和西方比较起来更加传统 因此是否真的适用逸呢 是要看回资力架构 因为有方都知道不是外国做得好就等于香港做得好 外国对资力架构来说可能不太重视 然而香港重视的是学位大学 学位和学士高级文化不同的学历 可以认识到的工作起身点都大大不同 外国的成效 那就没办法照样跳下去香港那里 另外有方是要注意 叮叮 发言时间结束 请反方停止发言 多谢各位 好 现在又请反方派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先请反方说可以解除正音 开开游战試一下 仲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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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吗 十分清楚 那你有一分钟发问时间 准备一下可以向我示意 从此开始 叮 做中国各位 有方同学自已说过 其中文明的例子 但原来菜板人劳光力也承认 在香港微学位的过程的应受性 叫其他过程低 是基于不在置力架构内 而有方自己說的例子,那些被企業請了的由本身都有大學學位 其實有方根本都論證不了那些公司聘請的年輕人 是因為讀了微學位的過程,而非本身的能力又或者大學學位 因此想問有方同學,直到目前究竟有多少僱主 是因為香港青年領了微學位證書這個單一的因素而請他們? 多謝各位 一分鐘時間給予正康準備,現在開始計時 好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政方派出一位便员作答 有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可以向我示意可疑 OK 叮 主席、评判最终的欢迎大家,好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很抱歉,我真的回答不了有方同学的提问 因为永远请人都不会因为单一因素而去请人 我说因为你读了某个学位,我只是因为你读了学位而请人 请人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出来的结果 所以根本没可能答到就是凭微学位单一因素而进入工作的人 因为根本没人凭单一因素进入工作 第二件事,微学位说没有竞争力的人找不到高 但事实上根据Tech Academy,他自己创办人说 他是有与招聘网领自然合作 还有还有举办不同的博览 给公司去看微学位的学生在微学位的时候做到的不同的成果 例如他们做到的机械人 给公司去看他们究竟的能力是怎样 最后去请他们 所以今天我们全场要强调的就是 就业架构不是一成不变,它可以随时改变 也不是公司请人的唯一标准 不是因为某个课程不在阶架里面,公司就完全不理 而是要看那个某个课程会认识 叮叮,发言时间结束,请政府立即停止发现 好,现在会有一分钟的时间给予双方的结辨准备 现在开始计时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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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